大家好 我是维尔主播 欢迎来看高坛一科一起关心本周的高尔夫消息 先来看到的是高坛英雄老虎伍兹 以英雄世界挑战赛东道主的身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因为右脚的足底筋膜炎让他不得不宣布退赛 虽然这场赛事在相对比较平坦的球场上举行 但足底筋膜炎真的是让他很难走完72动 因此接下来他也会因为腿脚的问题改变他参赛的密度 伍兹表示他会暂时先休息一两个月 但未来还是会继续参赛 不过他比赛打的场次也会变得非常少 因为自从车祸之后他动手术的次数 已经与他赢得的15次大满贯赛的次数差不多了 伍兹还说接下来的计划目标是只参与大满贯 也许赛季中还会另外再挑一两场参加 但不会再更多了 因为他的腿已经渐渐无法附和比赛时 要一直走路的状态 因此他希望要打就要全力打最大型的赛事 能争夺冠军才是他想要的 英格兰选手Dan Bravery在约宝公开赛上面 从第一轮就领先到最后一轮 今年夏天他才转职业 就在参加第三场的欧巡赛当中 取得了首胜 约翰尼斯堡公开赛 这也是欧巡赛DP世界巡回赛 新球季的第一场比赛 Ventoner在球道上把小白球打上果领 这一次的进攻完全按照选手的剧本 小白球稳当地停在骑洞旁边 而在第四天打出65感最低感数的选手 就超过了四位 各式各样的好球层出不穷 从沙坑挖出来直接进洞的也有 那么第七洞是一个177码的三感洞 芬兰选手Sammy Vaumaki 处理下坡推杆相当的小心 最后小白球顺利的进到骑洞 打完前三轮排名第二的Vaumaki 只落后一感 接下来又是一季超过20尺的长推 Vaumaki的手感震热也顺利的推进去 最后他拿下了亚军 冠军选手是今年才转入职业的Dan Bradbury 他来自于英国 这场比赛是他在DP世界巡回赛的第三次出赛 但是才23岁的他展现了出身之毒不畏虎的精神 四天之中每天打完他都保持领先 第四回合他也展现了精准的铁杆 另外还从果领外面直接切进启动 他在这一天总共抓下了五只小鸟 只有一个bogey 四天下来累积了24只小鸟 三只老鹰 七个bogey 最后他以三感之差不但拿下了职业生涯的第一座冠军 读得了167,843元欧元奖金 同时也获得了第151届Open Championship的参赛资格 非常恭喜这位年轻的选手 也看得出来他应该是前途无量 来看到的是瑞典球员Caroline Hadwell 是睽違四年再度捧到了冠军奖杯 而且是经过延长加赛四栋 最后才打败了对手赢得了Andalusia公开赛的冠军 延长加赛拼战了四栋 Headwell抓下小鸟才终于赢得冠军 他本周表现非常稳定 打出了70、68、69、67 低于标准感18感的成绩 并且在最后一天打出了六只小鸟 bogey free 终于在睽違四年后结束冠军荒 他表示14年受伤之后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好不容易恢复状态 也让他格外珍惜这场冠军 以上就是今天的高谈一课 我是维尔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的体育消息 请锁定体坛观测站